2024最新犯罪电影震撼来袭 是什么让硬汉郭达斯坦森选择了为生存走钢索 超爽的打斗场面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热血的战斗电影 作为退休的特工 克莱选择在偏远小镇上生活 而房东太太成为了他为数不多 能说上话的朋友 昨天 他邀请克莱来自己家吃饭 而退休后的男人做起了养蜜蜂的工作 随着缅北电炸在中国的全面崩盘 那些诈骗犯盯上了自由的美国 于是 异常自由的资金管控 太太数百万的美金流向了海外 此时 她的一万美元支票账户 保险金 退休金 教师养老金 以及两百万美金的基金账户 都被海外的诈骗团伙破译 甚至 她还为这次行动起了一个好玩的名称 叫做挖矿 随着房东太太电脑中病毒 一瞬间财产清零 而这个成功案例 让小头目累积了一次成功经验 开始向手下传播成功学 还说着知道怎么干了吧 听懂掌声 看着这账户一笔一笔钱被刷走 房东太太才明白 自己是遭遇了诈骗 夜晚 克莱带着提炼好的蜂蜜 按照约定和房东太太一起吃晚饭 却被房东太太的女儿维罗娜用猎枪顶住后心 作为联邦警员 她在休年假的时候 回家看看母亲 所以 她并不认识克莱 而此时 房东太太已经死在了沙发上 作为案发当场唯一的目击者 克莱有着重大嫌疑 而维罗娜也发现了电脑中的树壁转照 心中猜测 母亲是因为遭遇诈骗急火攻心 最后想不开选择开枪自杀 而警方的判定 也符合维罗娜的猜想 被释放的克莱和维罗娜相聚在一起 他们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心中悲痛的克莱回到了自己的风潮 取出了自己的联络方式 她决定要为房东太太报仇 这一个私人要求很快得到了联邦的回应 按照警方的秘密搜查 得到了这个诈骗团伙不及全世界的脉络 急切想要找到目标的克莱 直接两拳一个保安 三拳一个奶粉 一个人带着农民工的装扮 走进了目标团伙所在的大楼 同时 她手上还带着自己的剑面里 那便是能够点燃熊熊怒火的燃油 只见她在大厅里高喊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我宣布个是 面对这些迫害别人 让别人家庭破碎的败累 克莱上去就是铁拳制裁 在帮助那出头的诈骗犯入睡后 浓烈的汽油开始泼洒在地面 而那小头领则成了克莱重点的关注目标 她在对方面前组装了一个简易炸弹 说着接下来 打过来的任何一个电话 都会让电路产生小火花 以这里的汽油浓度 一点火花便能瞬间引爆 她警告着男人 让其此时祈祷 被自己诈骗的人不会打回来电话 而被诈骗网站骗空钱财的人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很快电话就响了起来 巨大的火花直接把整栋大楼毁于一旦 可以说 没有任何诈骗犯能从其中逃生 而克莱剿灭的 只是诈骗组织的一角 当诈骗组织浮出水面时 就意味着有更大的体积埋在水面之下 那诈骗团伙的老大找人 安排杀手想要解决克莱 按照最近的诈骗记录 几个人最终锁定了房东的住处 并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养蜂人 而这个养蜂人正是克莱 被毁掉工作的小头目 决定要报复 几枪下去击毁了好不容易修建的风潮 而这帮年轻人 永远想不到自己看似潇洒的手法 究竟惹到了什么杀神 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 带着武器来到了克莱的车间 一路叫嚣着说 他是躲起来的缩头乌龟 而随着叫嚣的声音响起 克莱的身影也显现 一把螺丝刀就轻易控制住了 其中一个人 至于另一个人 也被情笔金尖七天所谓的窒息 至于那个拿着猎枪的 在克莱高超的手艺下 那柄猎枪脆弱的 就像褪皮的蛇一样 瞬间被肢解 这些人如今只剩下一个小头目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嚣张 颤抖地说着 有什么办法自己都可以解决 而回应他的 只是瞬间被机器切断的手指 克莱没有杀死这个小头目 他还要靠着这条鱼儿 钓上背后的大鱼 而幕后老板得到的消息 说克莱只是简单的养疯人 而就在小头领和老板打电话时 克莱直接一拳干碎了对方的门牙 最后用吊装弹 把他紧紧束缚 同时拖在卡车的身后 随着这辆无人驾驶的车辆开始启动 小头目就这样直接跟着车子 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 扎进了河道里 至于还在保持着的通话 则由克莱继续接听 为了消除这家伙带给诈骗集团的恐惧 幕后老板找上了 从中情局下来的前任领导人 维斯顿华来世 因为有着利益供应 所以这些诈骗集团 一直被有权力的人保护着 可以说 他们之间其实已经建立了 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至于那些诈骗案衍生的各种命案 也是由他一手摆平 最终在总统的要求下 维斯顿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务 决定帮忙处理掉养疯人 靠着之前埋下的人脉 他顺利地接通了中情局的领导电话 得知克莱已经退出了组织 他松了一口气 针对克莱的追杀消息 也被秘密网络散布出去 紧接着 便是车祸 枪击 看着眼前这个人不忍鬼不鬼的杀手 惊艳老道的克莱 可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想法 最后那杀手被一脚踹飞 等到杀手还想反击时 哪里还有克莱的影子 气不过的他开始对整个加油站进行重武器扫射 而这番发泄 也让不少机器开始渗漏 面对如此疯狂的娘们 克莱表示没有什么困难 是一罐子蜂蜜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再照着脑袋来一罐子 渗漏的汽油被他点燃 很快 那娘们便被火焰包围 同样是蜜蜂 但是个体之间也有着巨大的差距 维斯顿后知后觉 在那杀手迟迟未归后 才明白自己的刺杀计划失败了 可是他并没有罢手 联络基地中其余待命的特工 继续着刺杀计划 而克莱的最终目的 便是摧毁诈骗集团后的所有参与者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情局开始提前布控 其中就有维斯顿筹集过来的刺杀小队 这时 克莱大摇大摆地走到了 正在布控的军队面前 在枪林弹雨中 靠着优秀的身法和绝对的力量 几乎是一拳一个小朋友 两拳一个大朋友 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 那就开枪 很快 他便带着仁智走入了大楼内部 而他要面对的 便是维斯顿组织的精英小队 可是仅靠着一支小队 就想灭杀这特工之王 维斯顿想的还是太简单 混进会场的克莱主动出击 靠着仁智进行了短暂的躲避 最后 在枪林弹雨间 缓缓向着大楼中心靠楼 在这栋大楼中 小队和克莱开始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他把陷阱和自身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利用伤员做诱饵 逐步解决每一个分头行动的队员 以一人之力横推整个小队 最后 他关闭了走廊的灯光 利用着光影间的视线盲区 瞬间夺取对方的武器 让他对自己的队员进行扫射 看着执迷不误的小队长 克莱也没有留守 一拳一脚之间 皆是男人之间硬碰硬的对撞 最后 一个灭火器直接撂倒 完成清场后 克莱的情况并不乐观 这段时间 联邦探员也来到了大厦中 其中就有房东太太的女儿维罗娜 趁着这段空隙 克莱开始布置陷阱 在这些警察换弹的功夫 微型炸弹炸断了电梯的钢篮 所有队员被提前布下的陷阱拖拽着 落入了高耸的电梯警钟 如此惨状 让其他联邦探员不敢深入 而此时 他也找到了属于诈骗团伙中的中层小领导 从他的口中得知了背后老板的确切消息 对于那诈骗犯说的不能动 克莱轻蔑一笑 没有什么人是动不了的 让维斯顿觉得不妙 毕竟他得力的特种兵 在对方手里可是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于是 他只能请出最后的大boss 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那幕后大boss竟然是一国总统 此时他正在参加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 所在场地中 所有的人员和车辆都接受了严格的筛查 至于克莱 则选择不走寻常路 从污秽的排放管道里 一路爬到了大货车的底部 并利用滑板潜伏在车底 还和其中一个警察完成了身份互换 依靠着这一身全新皮肤 克莱经过了重重筛选 此时的克莱则把制作的微型炸弹 吸附在场地中停放的汽车上 随后 换上再拼多多逃来的吸附 在会场里和房东的女儿维罗娜见面 瞬间 警戒提升至顶层 所有人员开始向着会场里面集合 其中就有维斯顿雇佣来的全新武装队伍 此时的克莱也不装了 他大方地出现在会场中心 直接一把夺走了眼前人手里的枪 随之而来的 便是汽车的连续爆炸 在爆炸声引起其他人注意力时 属于克莱的show time正式降临 这都是他的计划 依靠着绝对的武力 克莱可以说是入了无人之境 一路循环往上 没有一个人能在他手底下走过三回合 在顶楼 克莱与战斗力最强的杀手展开殊死搏斗 最后他一脚踢废了那人的假日 最终 善良的他决定给这家伙一次断肢重生的机会 等到18年后 这杀手又会是一条好汉 没有了其他人的阻挠 克莱终于见到了幕后老板 而维罗娜也在这保护队伍之中 双方对峙紧张万分 这时 那总统的儿子居然想要击杀自己的母亲 最后被克莱一枪爆头 然后 在众多FBI探员的注目中直接纵身一跃 撞碎窗户后逃之夭夭 这便是属于养疯人的特性 来无意 去无踪 除非他自己想 否则 没有人能够抓住他 也没有人能够审判他 一伙毒贩在仓库里被抓捕 其中有个卧底认出了抢劫的头领 示意同事 他是自己人别开枪 还掀开了毒贩老大的衣服 用偷偷安装好的录音设备证明清白 谁知头领直接搬动了他的AK47 当场送走了所有人 连刚进来的小弟也没放过 不过头领很快发现 在场似乎还有其他人的踪迹 因为仓库的门从外面关上了 头领立马追击出去灭口 逃跑的是两个倒霉的妓女 正好在这个时候被毒贩们叫过来住行 两个女人跑到附近的丛林里 趁着天黑躲在了灌木丛中 抢劫犯们四处搜查 最终一无所获 这就是墨西哥圣地戈亚的现状 混乱又邪恶 每天都有人因为毒品死亡 约翰森是美国中层的一位警察 资历非常深 然而最近他却被霸指了 因为在马路上拦截了一位非法医民 被路人拍下视频后恶意剪辑 事情迅速发酵 当地警局名声一落千丈 无数黑人举着牌子在门口抗议 觉得这是种族歧视 约翰森的上司只能顶着巨大压力 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说明 但真相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是约翰森发现了那位黑人的卡车里 载了满满辆车的拐卖少女 连追了20公里 最后被迫和人贩子大打出手 但民众不会关心真相 反而约翰森面临失去工作和养老金的风险 甚至还有可能被起诉 恰好这是墨西哥那两个逃跑的妓女 因为偷窃被抓到了 他们涉及到了一宗毒品的刑事案件 里面有个卧底警察无故身亡 两个女证人说不定知道内情 为了挽回警局的声誉 上司派出约翰森去墨西哥 专门负责押送两位女证人回美国 约翰森虽然非常不满意 但迫于舆论压力还是答应了 人到中年面临失业风险 约翰森和朋友沮丧地来到酒吧 想要借酒消愁 朋友伯纳德调侃了一番后 也不得不承认 就算是对警察来说 墨西哥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在约翰森醉醺醺走出酒吧时 那个被他殴打的倒霉蛋黑人 居然跑过来道歉了 约翰森很生气 因为直到最后一刻 对方都没有承认 他违法拐卖了人口 当然再不愿意 约翰森也不得不踏上墨西哥之旅 刚下飞机就有一个热情的同事 给他介绍当地糟糕的情况 约翰森看着对方落后的武器 和四周荒凉的景象 心情非常失落 不是很想打理他 接到两个女证人后 他们迅速开车前往圣地戈亚 同事还在继续热情聊天 说自己的梦想其实是当一个演员 而不是边境特工 他还现学现卖了几句好莱坞电影台词 结果下一秒 他们就被一辆白色轿车包抄了 里面的人拉下车厢就抱了同事的头 警车被迫靠边急停 双方枪战一触即发 约翰森顶着同事的尸体 趴到了车底下 用一个很刁钻的角度 干掉了敌人 他迅速打电话给总部求支援 因为在刚刚的枪战过程中 约翰森腰部重弹受伤 女证人其中的一个也不幸身亡 约翰森从同事的尸体里抽走钥匙 打开了后车厢门 还活着的证人非常崩溃 强烈要求离开 他知道有人在追杀他 不管是去美国 还是墨西哥 他都可能会死 女证人从车里逃了出来 他差点冲动捡起地上的冲锋枪 把唯一活着的约翰干掉 不过女证人犹豫过后 还是扔了枪跑掉了 约翰森则流血过多 直接昏迷倒地 等到约翰森再次醒来时 女证人带着纱布和药膏 重新回来替他包扎 还将约翰森带回了自己家 虽然是救活了他 但约翰森被手铐禁锢在了床上 相当于是变相求禁 负责坚守约翰森的是 女证人的弟弟小胖 约翰森承诺 只要解开他的手铐 就会给他500美元 小胖没理他 后续看守变成了女证人的妈妈 他负责提供给约翰森食物 还顺便会在这个房间看看电视 给约翰森解闷 在女证人一家的悉心照顾下 约翰森伤势逐渐转好 两人很快谈论到那个晚上的毒品案 约翰森不理解 为什么女证人对警察敌意这么大 女证人直接指出 当时袭击毒贩们的 就是一群美国警察 为首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卡特尔 卡特尔当时明明被认了出来 却丧心病狂到连自己的同事都一起杀了 约翰森听完真相只觉得在扯淡 因为卡特尔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正常逻辑 女证人有些无语 让约翰森爱信不信 此时这位美国警察频频诱导女证人解开手铐 并且承诺之后会保证她的安全 女证人一开始不信 但她也不能在弟弟家躲一辈子 万一被卡特尔找到了 可能还会连累弟弟一家人 最终女证人做出了一些让步 她让约翰森给美国的上司打了个电话 警局好几天没有约翰森的消息 正交头乱讹着 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那伙谁也查不到的抢劫犯 真实身份居然是警察 上司大为震惊 要求两人迅速去美国领事馆 将人证带回来 女证人最后还是放了约翰森 一家人在餐桌上用着晚餐 谈论着之前马路上的枪击案 约翰森得知了一个相当离谱的新闻 那就是他受到的恐怖袭击 完全被记者取化了 在新闻里 他一个受害者被描述成了杀害两个墨西哥警察 和一个联邦特工的通缉犯 约翰森觉得离谱极了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卡特尔的误导 他生气地从饭桌上站了出来 觉得这个国家简直不可理喻 这是女证人的弟弟 对于约翰森要把姐姐带回美国 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觉得这非常不安全 双方争执之下 弟弟将约翰森又锁到了卧室里 门外突然传出声响 原来是卡特尔的人包抄了房子 他们要求弟弟们交出约翰森和女证人 否则就直接武力推进 弟弟们让母亲和姐姐躲起来 自己则拿着冲锋枪 直接打开门和对方枪战 房子里到处都是子弹划过的声音 约翰森着急让人解开手铐 谁知弟弟刚过来 就被绕后到卧室的警察击中了 约翰森没办法 只能用单手射击 幸好他的准头非常好 居然还真的拘死了对方 约翰森迅速获得自由 拿起枪就到客厅帮忙 成功救下了要被射杀的表弟 还顺便刀了一个发现女证人的罪犯 好不容易干掉所有人 女证人劫后余生 她可不想再连累家人了 临行之际 老母亲送了约翰森一条圣母玛利亚的项链 保佑他们一路平安 两人一路沿着国道开车 女证人一看约翰森又要打电话 瞬间警惕了起来 她怀疑所有人 而且每次约翰森打完电话后 她的行踪就会暴露 女证人觉得美国警察可能串通起来 但约翰森直言 她和上司已经认识了25年 从同事做到上下级 对方不可能会背叛她 女证人崩溃的情绪得到安抚 最后让步 可以让约翰森的朋友来边境接人 不过在女证人的提醒下 约翰森也升起了警惕之心 提前准备好了枪支弹药 在外还换了身份名字 毕竟两人在名义上 还是警局的逃犯 约翰森和女证人在宾馆睡了一个安稳觉 天刚亮朋友伯纳德就到了宾馆附近 约翰森起初以为是卡特尔 询问朋友是怎么找到她的 伯纳德轻松地说 她最后一通电话在某个小村庄 从这个村庄到边境只有这家旅馆 要想找到她简直轻而易举 约翰森有些无语 但她选择相信朋友一次 让女证人上了她的车 只是车开着开着 就有些不对劲 约翰森发现朋友走的不是大路 而是一条她不认识的偷渡小路 女证人则和副驾驶的警察闲聊了起来 偶然间她看到了警察戴的银手镯 她一下子就回想起来了 那个不平凡的晚上 打死那群毒贩的警察其中一个 似乎就戴着这样一个手镯 女证人脸色突变 立马意识到眼前的美国警察 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卡特 她和约翰森对视了一眼 说出了之前暗示的话 要想和一头狼战斗 你也必须成为一头狼 约翰森立刻察觉到了不对 连忙问她狼在哪里 女证人小声告诉约翰森 前面那个人就是狼 约翰森心里有了计较 借口伤口不舒服要下车 她和伯纳德在一旁聊天 故意告诉她自己的猜测 就是抢劫毒贩的人 很有可能是一群警察 以此来试探伯纳德的反应 伯纳德觉得约翰森可能在发烧 但随即卡特尔下车 直接掏出枪 逼迫约翰森交出武器 此时这个卡特尔终于承认了 他就是那个幕后主使之一 抢劫毒贩就是为了钱 卡特尔小弟将女证人 从车上拖了下来 当场就要杀了她 伯纳德起先对此事毫不知情 眼看女证人就要无辜身亡 她立马阻止卡特尔的行动 不料枪突然走火 打中了她的肚子 约翰森和卡特尔立马展开了枪战 约翰森被小弟扑倒 挣扎中解决了小弟 而后又一枪拘死了卡特尔 他来到奄奄一息的伯纳德身边 老朋友跟他说了声抱歉 当场身亡 约翰森心情复杂地带着女证人 继续这趟偷渡回家的旅程 有时候他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兢兢业业工作20年 却莫名其妙变成了一个通缉犯 约翰森带着伤 总算和女证人一起走到了边境 遇到了看守边境的同事警察 这一切的事情终于了结 几个月后 约翰森被洗白了 他不仅无罪还被授予了很高的荣誉 女证人也成功得到了美国身份证 和约翰森成为了朋友 美国最新的声波武器有多恐怖 只需要按下开关 射程内的人就会瞬间倒地 几秒过后 这些人就会和丧尸一样 疯狂地攻击周围的一切 军阀为了向买家验证武器的威力 直接把教授助理丢进笼子 助理瞬间就被几人撕碎 黑哥当场决定买下武器 但在打包武器时 军备仓库突然发生了爆炸 这是毒牙小队来劫湖了 几天前毒牙带领三人小队来到沙漠 他们接到任务 要来解救一个女人 她记录了军阀的所有暴行 四人在土著女孩的带领下潜入营地 很快就找到了任务目标爱丽莎 对方也不磨蹭 直接交出了军阀的犯罪证据 但很快就传了一声一响 紧接着营地里的那些普通人 就像发疯一样开始攻击毒牙和队员 几人无奈只能开枪射击 随后几人决定分头行动 毒牙带着爱丽莎和投金哥寻找敌军 弟弟皮特和光头留在营地扫尾 毒牙几人找到敌方大本营 他们正在操控一台巨大的机器 毒牙见敌军人数众多没法强攻 于是转身回到营地 可皮特突然像失心风般开始攻击他 毒牙一边躲避着攻击 一边试图唤醒神志不清的皮特 为了阻止皮特的进攻 毒牙甚至鸣枪警告 但皮特依旧朝他冲了拐 万不得已毒牙只能亲手解决了弟弟 毒牙甚至来不及心痛 与皮特共同留守营地的光头 也莫名其妙地直奔敌因而去 最终被乱枪打死 小队伤亡惨重 毒牙只能立即联系飞行员克里 宣布任务告一段落 爱丽莎却表示 她的父亲还在军阀手里 她要自己救出父亲 就不跟毒牙一起回去了 克里的飞机到场时 军阀派出的手下也追到了毒牙 幸亏汽车跑不过飞机 毒牙二人才九死一生地上了飞机 但毒牙想不到 他们一落地就被国安部带骨 原来毒牙和队员们都曾是特种兵 并且战功卓著 他们毫无预兆地退伍 还转头做了卖命的雇佣兵 导致国安局一直在监控他们的动向 好在这次任务是国防部部长下达的 审讯还没开始多久 部长就急匆匆地赶到 并且带走了毒牙和头金戈 在会议室里 部长告诉二人 他们在军阀营地建到的装置 就是军阀最新获得的武器夺魂机 发明初中适用于治疗癌症 但却因为一次程序错乱 变成了能够扰人心智的夺魂机 军阀不止将武器据为己有 还挟持了教授帮他改装武器 爱丽莎就是教授的助手 也是教授的女儿 部长要求毒牙召集人手再闯敌营 带回夺魂机并且杀了教授 毒牙先找到美女狙击手鲍宇 得知皮特战死的消息 鲍宇安抚好女友 立刻答应参加行动 随后毒牙带着伙计们找到公牛 公牛也立刻答应下来 毒牙的小队再次集结完毕 几人在公牛的家里狂欢一夜 第二天便来到国防部报道 部长为他们安排了爆破专家达米安 六人一到出发 很快抵达了军阀大本营附近 大家通力合作清除了寻山守卫 鲍宇也就近确定了狙击点 克里也操控无人机开始监控基地 紧接着几人截下去往基地的卡车 车厢打开里面竟然是爱丽莎 原来她是假装被抓 想要潜入基地解救父亲 于是毒牙便同意带她一同前往 有惊无险地通过港哨 毒牙和头巾哥伪装成军阀手下 押着爱丽莎去到了教授实验室 此时公牛和达米安也潜入了基地 正在基地地下四处安放炸弹 实验室里军阀正强迫教授修好武器 因为上次使用后武器又出了问题 但教授却不愿修复 为此军阀特意找来了爱丽莎 想以此威胁教授 教授无奈只能答应下来 没多久军阀约好的买家也来了 为了给买家展示夺魂机的威力 军阀拉来几个人质作为实验对象 并立刻要求教授启动夺魂机 教授按下夺魂机开关的瞬间 周遭电子设备都受到了影响 通讯也无法正常使用 而倒下的人质们很快就站了起来 他们封了一样的互相撕打 黑哥对这个武器十分满意 当即拍板买下夺魂机 于是军阀带着手下包装夺魂机 而教授和爱丽莎则被分胎带走 毒牙假意押送教授 然后干掉了其他守卫 他询问教授到底是不是在卫虎作仓 教授坚定否认 他只希望机器被用于治疗癌症 经过剧烈的心理斗争 毒牙在暴雨即将击杀教授时 选择将他救下 同时投金哥也及时救下了爱丽莎 而公牛那边放走了刚被抓来的平民 这下潜入基地的秘密行动 一下变成公开交火 暴雨远程协助他们 一路上也算有惊无险 但克里发现基地派人前往山林 紧急通知暴雨撤离 暴雨刚刚下山 就和敌人碰了个阵阵 手臂重弹无法开枪 还好克里帮他炸掉了追击车辆 暴雨只能暂时退下战线 另一边投金哥与公牛会合 同时引爆了炸弹 而毒牙却意外闯进了包装区 面对这个害死弟弟的凶手 毒牙恨不得当场杀了军阀 军阀也不废话 当场开启了武器 幸好教授及时将毒牙拉出射程范围 但黑哥就没那么幸运了 原来军阀本就打算黑吃黑 他趁乱打死了黑哥的美女助手 抢下钱款开车就跑 场距离的人们被夺魂机影响着互相厮杀 毒牙则是和黑哥从地面打到地下 近身肉搏方面黑哥哪是毒牙对手 很快就被毒牙打死 毒牙转身骑上摩托追赶军阀 他顺利地闯进军阀车里 几个漂亮的格挡反击 打得军阀毫无反手余地 紧接着毒牙果断跳车 军阀只能看着自己冲向油罐车 其余几人赶上毒牙 爱丽莎紧张地抱紧了他 教授在一旁解释 毒牙只蹭到了夺魂机的射程边缘 所以只是短暂的肾上腺素飙升 很快便能复原 由于教授必定会被国防部带 于是毒牙安排头金戈带上爱丽莎 让他们俩先行回到安全屋 自己和其他人则带着夺魂机赴免 国防部长连夜赶来回收夺魂机 毒牙解释了教授的遭遇 可当他将夺魂机控制器交出后 一切却又发生了改变 毒牙瞬间被部长手下的士兵控制 其余人也都被枪指着 部长坦诚地告诉毒牙 自己就没准备销毁夺魂机 他正打算用这武器控制全国 部长命令手下带走了教授 没想到此时国安局的人却赶到现场 他们通过调查得知 部长包藏祸心已久 现在又私下获得了这样的高危武器 应当先回去接受法院审判 部长当然不能就这么乖乖听话 转头就命令士兵开火 自己和下属则是带着教授扭头就走 国安局寡不敌众 很快就落了下方 毒牙几人见机形势纷纷挣脱束缚 他找机会救下国安局局长 并且向局长解释了立场 但也因此身中一枪 暴雨本就行动不变 很快就在肩膀右中一枪 幸好公牛和克里及时将他救下 克里为了掩护队友 在车顶架起机枪疯狂扫射 公牛趁机将暴雨放进卡车 不料克里却被达米安一枪毙命 公牛来不及难过 上了车就去接应毒牙二人 毒牙的情况不容乐观 公牛只能带着几人来到一处据点 对毒牙的伤口简单处理一下 但追兵很快就赶了上 公牛只能将二人托付给局长 只身回头为队友断后 等毒牙醒来时 身边只剩下残了的暴雨 这一场行动 克里战死 公牛不知所踪 最可怕的是 他们连同国安局局长 都被列为了恐怖分子 部长利用夺魂机操弄权术 在民意调查里支持率一齐绝尘 几人想要破局 只能从夺魂机本身下手 头金戈带着艾丽莎与毒牙会合 艾丽莎表示 父亲偷偷传递了夺魂机的所在地 但经过调查他们发现 那处军事基地防卫森严 最多只能允许一人潜入 时间里努力的附件 但回到巅峰却是难的 艾丽莎始终陪着毒牙 两人也生出了别样的情愫 头金戈想替毒牙行动 但毒牙却表示 自己曾是部长下属 最能拿捏部长 所以只能由他潜入 几天后毒牙扒在卡车底盘下 来到了目标基地 他从控制室入手找到了教授所在 很快他就来到了教授面前 两人来不及寒暄 毒牙在夺魂机里丢下一个炸弹 就要带着教授离开 但达米安也赶到了现场 教授帮毒牙挡了一枪 毒牙也立刻闪到一旁 但肩膀还是中了枪 达米安步步紧逼 还用侮辱毒牙队友的方式激怒他 两人在实验室中不断拉扯 而教授自知命不久已 拼着一口气 坐电梯下楼用手榴弹炸死了援军 毒牙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 只见他冲上前与达米安开始肉搏 搏斗中他的腿部不慎又中一枪 紧接着抢过了枪的控制拳 一枪崩了达米安这个二五仔 毒牙拿过他的对讲机 一步一挪地来到夺魂机旁 他联系上了部长 可部长此时却一脸云淡风轻 在他眼中 自己已经掌握了人心胜券在握 夺魂机存在与否他根本就不在乎 毒牙引诱着他说出了罪行 部长毫无顾忌的一顿自摆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 原来对讲的另一边 是国安局在收集着语音证据 这下部长的名声要保不住了 放下对讲机的毒牙安静地等待死亡 但下一秒头金戈却出现了 他搀扶着毒牙离开基地 第二天随着舆情爆发 到处都是声讨部长的声音 愤怒的民众闯进了国防部大楼 他只能狼狈地躲进车里 一路上他还喋喋不休 盘算着如何东山再起 但后视镜里的一双眼睛 俨然是公牛回来了 这下部长必定是凶多吉少了 国安局局长也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一举升官不在话下 而经此一役 暴雨彻底告别了刀口填血的日子 而毒牙也被头金戈带回小屋 与爱丽莎过上了没羞没骚的生活 跳过楼的朋友们都知道 降落伞开关是个玄学 尤其在暴风雨快要来临的时候 经常会忘记怎么打开 苏格作为第一次出任务的新兵菜鸟 就差点犯了这种低级错误 不过关键时刻 他还是保持住了身体平衡 和死神小队其他四位老鸟队友 顺利降落到了一个菲律宾小岛 这场四代一活动的首要任务 是救援当地一位军火犯负伤 苏格算是团队辅助 主要负责侦查爆点和后方联络 队长一边在丛林中侦查 一边联络负责隔空投送的总部指挥官 不出意外刚开设备 就战术性失去了影像信号 队长果断让技术担当苏格 秀出自己的无人机 探测到不远处有动静 胆大的黑格往前继续走 警惕拿着枪前行 按照套路的话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问题不大 因为真正的敌人只会偷袭 果然黑格看见了一只小香猪 咬断了他们的设备 气得黑格想当场杀猪 几人很快在附近找到了一处小规模的营地 队长安排苏格上高地侦查 苏格通过八倍镜 锁定了目标人物 在等待下一步命令的空隙间 苏格无意间将一块口香糖 扔进了旁边的金属管道 令他感到疑惑的是 口香糖在下坠的过程中发出了奇怪的声响 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死神小队好巧不巧 碰上军火范彼得的交易现场 来自俄国的恐怖分子买家阿耶莎 开着两辆皮卡来到附近找彼得买枪 本来两边相谈甚欢 狙击小队都准备重新制定计划 结果他们还没开枪 阿耶莎就黑吃黑反水了 枪他要 但是钱不给 还顺便砍了彼得老婆的头 拿孩子继续威胁彼得 要是这次不能白嫖 他就没有机会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这时苏格已经重新布置好了联系总部的无线电 指挥官朝基地发射了一枚导弹 让彼得趁机逃跑 敌人发现附近有援军 立马围剿了这支小队 狙击手黑哥等人千里之外一枪爆头 但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免费得到了一颗手榴弹 正好炸了苏格所在的管道口 原来管道通向的 是阿耶莎黑吃黑埋伏的手下 一群老六纷纷从屁股后面偷袭 黑哥顶着树叶子一枪一个老六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无奈敌人数量太多 队长和前排都重担身亡 菜鸟苏格眼睁睁看着队友厌弃 精神有些崩溃 不过他只是个技术辅助 不是医疗兵 苏格立马爆点给本部指挥官 直接用导弹炸了敌人的车 敌方不甘示弱 掏出了五星连发机枪 往苏格脑袋上射 一波精彩的人体瞄边 苏格从山坡滚下 藏进了一片灌木丛中 此时苏格感受到了极致的压力 任务开始十分钟 敌人老巢没摸到 我方两名队友当场祭天 辅助被迫当C 苏格很快检测到 山体旁边有一条秘密小路 来不及多想 他转身就往深山里走 发现敌人的踪影 苏格躲在不远处河边 一个小洞里观察他们动向 不幸的是 一只大黄狗闻到了他的气味 徘徊在附近不肯走 还冲苏格吼叫 眼看这个位置很可能被发现 关键时刻 敌方炮灰又给机会 把大黄狗带走了 苏格迅速跟上 顺便调节自己的情绪 指挥官也知道苏格不好摸 试着和苏格拉拉加场 分散他的注意力 就这么一路聊到了晚上 苏格摸到对方大本营 并给了一个标记召唤队友 不料天空突然冒出一架直升机 似乎是检测到了苏格的信号 飞行员一通扫射 差点命中苏格 剩下的黑哥带着队友 毕普尔立马反击 在指挥官的精准爆点下 完成了一场不错的反杀 还打落了直升机 操作直升机的倒霉弹 只能加大火力 在坠机前投下小型导弹 炸了所有掩体的小山包 苏格在炮火中狂奔 侥幸捡回一命继续前行 他从天黑走到了天亮 为了保持清醒 指挥官又继续了刚才的拉加场对话 说着说着苏格突然滚下了山坡 掉进河里 无人机检测到附近出现了三个武装分子 让苏格寻找掩护 但四周除了水还是水 根本没有任何掩体 他索性抬起枪往上打 正所谓最好的走位就是不走位 三打一愣是打不过 还被反杀了一个 苏格都要嘲笑他们不会玩了 他扭头就往河的另一端跑 直到来到一个小瀑布 闭上气跳了下去 苏格很快游到岸边 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休息 正打算歇一口气 一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敌方可能确实不会玩 但他们熟悉地形会提前蹲草 不久后 指挥官和参谋失去了苏格的信号 死神小队任务宣告失败 敌人似乎早有埋伏 指挥官将这一切报告给上校后 惨遭解雇 上校亲自坐上了指挥台 当然反派似乎没有明白捕刀的重要性 只是把苏格考在了一座小屋里 屋外还贴心地指派一个小兵看守 赶来的黑哥稍微一伪装 就打倒了小兵 成功救出了苏格 不过黑哥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死神小队成员毕普尔被抓进了基地 他们有30分钟的时间 救援队友和任务目标彼得 射手黑哥冲在最前面 他给了苏格一个暗号 如果附近有不明物体 就说左右联系 如果后面来人 就说六 两人放慢脚步靠近基地 黑哥用枕头当消音器 凸脸杀了门口的侦察兵 然后带着苏格沿着房子边缘 绕进了基地内部 有两个敌人正在看球赛 黑哥掏出一把锋利的小刀 从背后突袭了一个 另一个想要动手 被黑哥一枪送上西天 里面的人听到动静后 迅速赶来支援 和黑哥贴身肉搏 不过显然黑哥更胜一筹 门外的苏格同样被盯上 枪在打斗过程中走火 引来了更多人 只见敌人手拿一把冲锋枪 对着黑哥和苏格 就是一对人体瞄边 打出了精彩的似幻灵 黑哥一边扛着机枪 一边用从口袋 掏出手枪给人爆头 不过射手冲得太浅 腰部不幸中了一弹 一个敌人从背后扑倒了苏格 摔在了旁边的泳池里 两人浴血打斗 苏格被狠狠压制 就在敌人要用手枪击毙苏格时 残血的黑哥率先开出一枪 解决了这个出场不到五秒的炮灰 当然这里毕竟是敌方基地 一个手榴弹过来 两人全部被俘虏 包光衣服后被关进了地牢里 和不久前刚进来的碧普尔 成了铁窗类好兄弟 黑哥朝幕后黑手阿耶沙大喊 这里已经被标记了 16分钟后就会有无人机投掷炸弹 如果不赶紧离开的话 会被炸得尸骨无存 但是阿耶沙冲而不稳 从监狱里揪出黑哥 先进行了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 然后在苏格疯狂的呐喊声中 给黑哥一枪送走 杀鸡儆猴的效果达到了 阿耶沙又将苏格拖出来 想要劝详他投靠自己 他在旁边的刑具里 抽出了一把染血的钳子 又不经意拿起旁边的锤子 暗示苏格如果不同意 很快就会有苦头吃 然后阿耶沙抽出了一把日本刀 他很喜欢模仿日本人砍头 这把刀砍掉的上一个脑袋 就是军火范彼得的妻子 苏格没有屈服 阿耶沙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用钳子活生生拔掉他的牙齿 命令小弟反复将苏格按进水里 但就是这样的酷刑折磨 苏格还是不肯透露队友的任何消息 水桶里的水很快被血染的一片通火 就在这时 指挥部空投了一颗导弹 正好炸了地牢 苏格因为藏在水下躲过一截 他漫无目的地游走在地牢里 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 苏格还就吓了一个同事 不过对方被阿耶沙折磨得太狠 连话都说不出来 苏格背着同事往门口走 遇见了挡路的阿耶沙 双方对峙片刻 忽然冲上前搏斗 苏格早就菜鸟进化了 往背后藏了一手日本刀 直接插进了阿耶沙的心脏 想到这个罪犯杀了死神小队所有的人 他就愤怒到想要鞭尸 苏格狂揍了他几拳 带着同伴离开 距离基地被炸毁还剩下五分钟 苏格重新拿到联络器 想要和指挥部取得联系 只是地牢信号太弱 他根本打不通 好不容易连通了基地的险 这个腐败的组织居然无人接听 同事在外出生入死 剩下的飞行员却在为一场球赛欢呼 收到对方的求救信号后 非但不当回事 反而叫推托他找其他人 苏格人都骂了 按照只是拨了一个号码 居然是已经离职的前任指挥官 他的妻子正处在八个月预产期 身为丈夫的他来到超市购买食材 结果就收到了死神小队的危机信号 指挥官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 飞快开车返回总部 休息室仍然一片和谐 便由电话响个不停 指挥官遇上堵车 连闯三个红灯 总算开到总部 导弹还有30秒发动 苏格带着两个受伤的队友 在地牢里往安全区移动 另一边的指挥官一路奔跑 直接夺过上校的尔脉 在关键的最后一秒里 下令波音01号停止发射 广阔的天空中 战斗机惊险划过基地 只留下两道尾气 苏格长松一口气 上校搞不懂指挥官在干什么 愤怒指责他乱下命令 但指挥官根据苏格之前报的数字 在地图上精准指出了他的位置 上校一看 这里居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是苏格在向他们挥手 而他身为现任指挥官 没有得到后勤大部队任何提示 此时门外传来进球的欢呼声 指挥官压抑着自己的不满 来到休息室 果然发现那群不务正业的飞行员 又空置了波号机 他看似平静地诉说着事实情况 实则怒气 这个男孩看似只是个高中生 实际上他的家族是墨尔本最大黑棒 臭名昭著的科迪家族 小舅克格雷贩卖毒品 大舅二舅常年组织武装队伍抢劫银行 引起地方火拼 外号教父的安德烈则是犯罪家庭的老大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就连外婆也佛口舌心处处不简单 约书亚人生的转折点在高中 妈妈因吸毒过量去世 不到18岁的男孩冷静报警 独自处理完了母亲的后事 由于未成年的身份 她不得不打电话联系自己唯一的亲人 也就是外婆珍妮 外婆面向和蔼可亲 对约书亚也很是亲近 然而约书亚根本不会想到 正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将她的生活带入一滩泥泞中 约书亚在了解到黑帮家庭背景后 立马变得如履薄冰起来 她的内心感到害怕 但又不得不面对 事实证明就算是犯罪家庭 也有不少温情存在 舅舅们和约书亚的日常对话 和普通家庭一样 会讨论车 女人和房子 外婆也会在每天做饭时 向她的儿子们索要亲吻 那些更为隐秘的违法事情 全部都藏在看似和平的生活中 约书亚在犯罪和日常中 知道了平衡的法则 那就是不听不问不参与 只乖乖做个孩子 让舅舅们以为她是同类 然而各种各样的暴力和犯罪行为 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天约书亚和小舅克格雷行驶在路上 旁边开来一个小混混 不顾一切地就开始辱骂他们 克格雷看似不动声色 背地里却默默掏出了一把枪 放在了约书亚手里 然后克格雷一脚踩下油门 将小混混堵在马路上 当这个刺头再次作死 挑衅科迪家族的权威时 约书亚拿着枪走下车 对准了小混混的脑袋 小混混立马怂了 头也不回就跑 克格雷在车上放声嘲笑 并问约书亚拿枪威胁人的滋味 是不是很让人兴奋 约书亚尴尬笑笑 假装融入斑点点头 科迪家族很快迎来了一次聚会 这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人 怎么看也不像是犯罪分子 但仔细听他们讨论的东西 判刑起码十年起步 家族教皇安德烈最近听到了一些风声 据说是有中案组警察盯上他 他不得不躲到旅馆里避避风头 约书亚就是在此时撞见这个犯罪头子的 他有些不安 安德烈的眼神中有着很浓重的杀气 幸好安德烈对他的态度还算友善 约书亚庆幸自己躲过一劫 和科迪家族有合作关系的巴黎 就没这么幸运了 仅仅是和安德烈碰了个头 想要进去股票交易市场 就被警察当街逮捕 在摇下车窗后就被枪杀 这件事上了墨尔本新闻 也让约书亚认识到 一旦和黑帮扯上关系 就必须要过朝不保夕的日子 巴黎的死也让其他人提高了警惕 科迪家族暗地里的交易更为谨慎 一旦发现警察越紧 就会毫不犹豫开枪 约书亚能察觉到家里不同寻常的气氛 克格雷舅舅总是消失 戴伦舅舅则会莫名其妙在浴室刷血 似乎在清洗上面的血迹 房子附近似乎总有人在转悠 偶尔能看到不少陌生的面孔 全部都是伪装好监视科迪家族的警察 在普通的某一天 一群武警持枪冲了进来 将约书亚和舅舅们逮捕进了警察局 负责审问约书亚的警察叫做莱基 他告诉约书亚 昨晚郊外死了两名警察 尸体出现在被盗窃的车辆上 根据警方的调查 这辆车和科迪家族有关 约书亚内心里知道 这估计是小舅克格雷的计划 是在报复警察那里 杀死了巴黎 但约书亚并不能出卖自己的亲人 于是他说自己昨晚正在客厅看电视 并不清楚舅舅们的踪迹 而且因为太困 他也完全不知道家里有什么人 所以本质上约书亚根本提供不了什么证明 莱基只能把他平安放回家 舅舅们直到约书亚被警察约谈后 对约书亚的态度变得模糊了起来 他们叫上他 单独带到了科格雷的别墅中 仔细询问警察们的动向 约书亚原原本本说出他和莱基的对话 舅舅们没有察觉到异样 但他们警告约书亚 从现在开始 不管警察问什么 都不要有任何回答 没必要说在睡觉和不知道 甚至连名字也完全没有必要说 否则那些警察一定会透过蛛丝马迹 分析出更多对家族不利的东西 而且法律规定 警察们没有权利逼迫他这个未成年人发言 任何闲谈都有可能暴露家族的秘密 教皇安德烈虎视眈眈的审视着约书亚 让他有点头皮发麻 约书亚最终沉默答应了 不久后消失的科格雷又出事了 他带着猎枪在朋友家躲难 朋友的妻子听到了持续不断的枪声 显然知道他的身份很敏感 不是很同意 科格雷本来就不想惹麻烦 决定先行离开 不料他在朋友家找到了窃听器 这让科格雷感到了背叛 他大声质问着朋友 为什么要向警察透露他的行踪 朋友的解释在科格雷耳朵里 完全是狡辩 他连夜开始收东西跑路 可显然警察比他更早一步知道他的动向 远远的就看见逮捕人员去车馆 科格雷一看大事不妙 拿着猎枪就往空地上跑 警察掏出手枪 对准科格雷的脑袋 一枪就将他抱头 科迪家族接连不断的死亡 给众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互相责怪 可在探长莱基敲门时 又和气融融一致对外 莱基显然找到了科迪家的突破口 那就是约书亚 这个17岁的男孩足够懂事 也足够冷静 在这样的家庭下 显然还存有一丝善意 莱基试图说服他 想将他从犯罪分子中拯救出来 但这一次约书亚想起了安德烈的警告 决定闭口不言 警察们的监视越来越频繁了 舅舅让约书亚安分一点 还逼他和现女友分手 女友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有些不能接受 探长莱基通过情报 找到了约书亚和女友 这让约书亚非常反感 正是因为活在这样的家庭里 他才会一点自由都没有 不仅如此 女友还被大头目教皇盯上 他知道警察的意图后 直接给女友喂了过量毒品 导致他在迷幻中死亡 最后连尸体都被抛弃在了破旧公园 约书亚感到了恐惧 戴伦和安德烈却将这看成是理所当然 教皇还和约书亚认真讨论过一番 他拿丛林中的树做比喻 科迪家族的每个人就像是里面的树 都应该有生物各自的规律 也会生长在合适的位置 约书亚显然就是家族里不合群的一类 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警察对约书亚传递出的概念是 只要和安德烈扯上关系 就非常危险 就必须要受到形形色色的监控 但对家族来说 约书亚这是一种背叛 背叛了科迪家族的血脉 事实上从母亲去世后 约书亚在科迪家族受到的照顾 远比一个吸毒犯要好得多 教皇给了约书亚一个选择 选择警察说出真相 就是背叛家族 选择家族 就必须要隐瞒所有 约书亚感到十分纠结 他想逃避这一切 于是选择来到了朋友的家里 自己消化掉这一切 教皇勃然大怒 以为约书亚背叛了他 直接开着车想要撞死他 约书亚没办法 只能躲到警察局去 莱吉认真地接待了约书亚 再次将他带到了审讯室 有了约书亚作为人证 警方很快起诉科迪家族 科迪家族的人全部被逮捕在地 暂时收押在监狱里 外婆珍妮漫不经心地坐着咖啡 并没有卷入其中 眼睁睁看着儿子们进了监狱 她的保释申请没有通过 只能隔着一面镜子看望他们 珍妮知道现在最大的阻碍 就是约书亚 可约书亚被莱吉当作重要证人严格保护 珍妮找到了黑帮地下的雇佣兵 要求彻底解决掉这件事情 这个女人在周围所有人都离开后 终于卸下了平时哭哭啼啼的伪装 开始不择手段地找关系 成为了科迪家族新的顶梁柱 她威胁警察局的局长 但凡约书亚说出点什么 她和科迪家族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局长现在是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蚂蚱上的人 可惜珍妮的威胁并没有奏效 局长不想找麻烦 珍妮于是从约书亚身上下手 将她正式带入了各种生意场 科迪家族的案件在此事公开审理 律师开始向约书亚求证 外婆珍妮表面上在安慰她 实际则暗示她不要乱说话 律师问起女友的死亡 约书亚十分冷静 就像当初母亲吸毒过量死去一样 她承认自己有责任 但她否认见到了舅舅们的所作所为 这意味着舅舅们和教皇 都将逃脱法律的制裁 最后安德烈和舅舅们都被无罪释放 在押送证人的过程中 一个警察掏出了枪 指着约书亚的脑袋 这个未成年男孩并没有任何惊慌 警察也没有动手的意思 约书亚知道 这是珍妮找人给她的警告 莱吉来到酒店 向约书亚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同时这位探长也在继续逼着约书亚选择 约书亚沉默离开 从她放弃说出真相这一刻起 她就不再能从这个犯罪家庭里脱身 约书亚重新找到了珍妮 询问自己能否搬回科迪家族 外婆欣然答应 门外的记者正在采访着这个传奇家族 约书亚和舅舅们打完招呼后 找到了安德烈 一声剧烈的枪响打破了这份宁静 约书亚从跨过教皇的尸体 来到外面和外婆拥抱 科迪家族的人全部都凝视着她 约书亚亲了亲外婆的额头 一切全部都在不言中 这就是约书亚沉默的回答 她选择了家族 但也选择了正义 这个五秒就能换完尿布的全脂奶吧 表面上是性格随和的老好人 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被捣乱的小混混泼了一脸果汁 都不敢反抗 然而实际上 丹是隐匿江湖的顶级杀手 18岁就参军还进入了特种部队 在和能干的妻子结婚后 就定居在了郊区 从此不问世事 然而就在她某次带娃逛超市的时候 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正要给小儿子买冰淇淋 一个大汉突然飞扑过来要给她一拳 幸好丹眼疾手快 刺客的拳头落到了玻璃门上 紧接着又是一把飞刀袭来 丹只能献计刚买的纸尿布 和刺客在超市搏斗了起来 小儿子差点就被爸爸摔在了地上 还没心没肺的大笑 丹见他们还不罢休 商量到要不先让自己把孩子放下来再打 刺客直接一脚踢过来 丹只能徒手和她过招 眼看刺客越来越过分 对刚出生的婴儿都敢下狠手 丹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三两下就将刺客揍到了超市货架里 附近来买菜的邻居们都看待了 丹还非常有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 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纸尿布 轻松地在众人的注视中买单 丹一路开车狂飙回家 用小刀划破了家里的墙 找到了暗格的按钮 拿出了曾经作为杀手的装备 还有大量的美金 丹打电话给了自己的线人 请求他快速伪造自己一家五口的身份 现在仇家麦克已经找上了门 丹要是还想继续平静地生活下去 必须得带着一家老小班家 到拉斯维加斯避难 丹绿先去找了高三的女儿 女儿背着他们偷偷辞掉了编辑的工作 在运动场组织了另一个研究传播学的社团 儿子更离谱 跑到了同学家的仓库开启了游戏直播 还骗丹和妻子自己每周都去国际象棋俱乐部 女儿妮娜带着丹找到了儿子 自己则幸灾乐祸在旁边看戏 丹现在有了儿女们的把柄 威胁他们现在要去找妈妈 并且表现出全家要去拉斯维加斯的兴奋 丹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开始说服妻子 妻子被这个惊喜砸得一脸猛逼 事实上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他们都会去游乐园坐旋转飞车 妻子已经腻了 但旅游的计划实在太过突然 他还想要好好筹备一下 结果丹说一切准备就绪 一家五口人顺利坐上了车 从后视镜中 丹已经发现了跟踪他的仇家们 他只能一边飙车甩掉讨厌鬼们 一边用谎言安抚家人们 丹开到了一个车库 用起重机升起了车 和妻子们说要换车油 实际则是拿掉了监控器 不仅如此 他借口要让大家摆脱科技的束缚 强行夺走了全部的手机 在一家老小的震惊中 然后用力抛进了海里 这样仇家们就不能定位他们的信号 妻子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 没了手机 他们该怎么到达目的地 丹直接严路找了一家旅行社 掏出了他的至尊VAP黑卡 于是他们顺利开始了这次旅行 严路到达芝加哥的时候 几人稍作休息 丹在厕所里练习和妻子坦白的话说 这是儿子的游戏粉丝 认出了他是网络上的大主播 要求和他合影 丹回来时正好看见这一幕 心知大事不妙 果然粉丝将合照发布到网络上后 刺客组织迅速闻风而来 丹调大家人们耳机里的音量后 踩下油门 沿着高速公路和刺客们上演速度与激情 一群摩托车机车党想要敲碎他们的车窗 被丹用小儿子的奶瓶抱头解决 外面的纷争完全影响不到车里的宁静 丹甩掉了全部刺客后 妻子匆匆惊醒 丹解释到只是遇到了一个小坑 妻子并未发现什么端倪 又是飙了一晚的车 等家人们睡醒后 居然发现已经到了爱福瓦 女儿一直梦想的大学就在附近 可惜妻子一直不同意 更希望她能申报本地加利福尼亚大学 丹决定带着一家人来参观这所大学 妻子不明白丹为什么转变心意 因为在此之前 丹和他一样反对女儿报考这么远的学校 恰好这天是校庆 学校里到处都很热闹 一个男孩喊住了妻子 问他要不要挑战倒立喝啤酒 结果一转身他还抱着娃 男孩瞬间有点尴尬 妻子直接大手一挥 将娃交给了女儿 在众人的欢呼中挑战成功 女儿觉得自己的妈妈帅爆了 事实上妻子曾经是国家跳高运动员 只是后来膝盖韧带锻炼 这才不得不结束运动员生涯 但没想到仇家们能这么快就追上来 和刺客在实验室打了起来 一门之隔的妻子和儿女们 正在听导游讲解 单将实验室破坏干净后 又故作轻松地回到妻子身边 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 女儿这时去找了自己的网恋男友 原来她一直想考这所大学的原因 就是不想和男友异地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编辑梦想 转而去学传播学 只是女儿没想到 竟然正好撞上了出轨现场 她伤心地回到车里 老父亲单轻声细语地安慰 在女儿委屈时 突然恶魔低语 悄悄教了她一个报复渣男的办法 能让人感到极度疼痛 却又不会造成什么永久伤害 女儿当即回去找渣男 上来就是一套组合拳 还拍下了渣男最痛苦的图片 瞬间神清气爽 单后来重新问了女儿 是否还要继续做一个记者编辑 女儿沉默了 单表示她很有天赋 不管她怎么选择 作为家人 单和妻子都会非常支持她 单又带着一家人继续上路了 这次他们来到了一座旅馆 能够进行短暂的休息 单决定和儿子也谈谈性 儿子更倾向于做一个游戏主播 单问他为什么不向父母坦白 儿子解释是因为不敢 父母总是觉得他打游戏是在浪费时间 但他喜欢做网络主播 有千万的粉丝支持他 不像在现实中 太过于腼腆 单和儿子于是约定了一场游戏比赛 如果儿子赢了 就能继续玩游戏 输了就听父母的 可惜儿子根本不知道 老父亲是个国家特工 这种程度根本难不倒他 三枪定胜负 儿子通过自己的实操经验 很快反击回去 但在第三枪的时候 还是被老父亲偷袭 输了比赛 不过单还是答应了儿子 让他继续玩游戏 因为他看到了儿子的热爱和享受 面包车终于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单定下了高级餐厅 暗中找线人拿到了武器 和妻子单独去了约会 叮嘱孩子们待在家里 结果单前脚刚走 孩子们后脚就去了电玩城 正巧附近有一场电竞比赛 儿子欣然报名参加 还拿到了冠军 等单和妻子玩了一圈回酒店后 仇家也终于动手了 单站在落地窗前 一个红点落在他身下 下一秒玻璃接连被打碎 一排子弹对单进行人体瞄边 仇家直接绑架了妻子威胁单 单没办法只能放下武器 反手扔了一把小刀插死了刺客 妻子惊恐不已 单想要解释 但妻子根本不想听 连忙出门去找孩子们 此前单一直都在思考该怎么解释 现在不用解释了 他们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追杀中 单提前赶到了电竞比赛现场 匆忙拉走了还在领奖台上的儿子 女儿不解 单说因为她的前同事想要杀了她 她以前的身份就是个秘密杀手 女儿听了哈哈大笑 直到背后响起枪声 这一家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甚至眼睁睁目睹了 一向老是本分的爸爸 亲手杀了一个追杀者 枪击扰乱了四周的人群 单带着一家人趁乱逃走 之后在酒店向妻子坦白了一切 包括她的身份和仇家 在当特种兵杀手的时候 单干掉了不少腐败分子的大官 还有违法犯罪的恶毒 现在迎来报复并不稀奇 而女们都惊呆了 询问单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单给美人发了一本护照 上面是他们的新身份 但大家都不想接受 他们非常排斥单的欺骗 还一骗就骗了18年 而且单的本名还不叫单叫做肖恩 第二天妻子就带着所有人离开了单 尽管单说这样并不安全 妻子仍然固执己见 联系了一个新的旅游公司 结果刚上飞机就被绑架了 单只能被迫接听曾经上斯麦克的电话 束手就擒等着审判 他带着手铐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的最顶层 开口对麦克叫了一声爸爸 旁边的儿子都惊呆了 没想到最终BOSS竟然是自己爷爷 女儿也很震惊 因为从单描述中 他服务的上司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只有妻子一脸淡定 单直接问麦克到底想要做什么 爷爷说要他继续回来做杀手卖命 单不答应 爷爷派手下拿枪对准了妻子 单没有选择 为了家人们的安全只能屈服 妻子带着孩子们离开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蛋 妻子在下楼梯时 趁着给小儿子换尿布 直接干翻了保安 一巴掌把他推到了楼下 然后他捡起地上的枪 重新回到了顶层 单同时也在自救 等妻子赶过来时 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楼层 此时麦克又重新带人包围了鬼 单让家人们躲到了顶层 并用无人机提示他敌人的位置 单在楼梯里装了炸弹 解决掉一部分人之后 他和麦克的手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顶级杀手的预判 加上儿子视野的助攻 让单简直如有神助 一步步干掉了所有的人 来到了麦克面前 与此同时 天台的妻子也和女杀手进行殊死搏斗 女杀手曾经暗恋着单 对妻子非常不满 她一直挑衅着妻子 觉得对方根本不可能打败她 可惜大意了就很容易翻车 妻子跳高虽然失败了 但她投标非常准 直接命中了女杀手的心脏 几人匆匆赶到丹和麦克的决斗现场 爷爷已经拿枪对准了爸爸的脑袋 女儿开始劝说爷爷 放弃这种冷血的想法 爷爷不屑一顾 觉得小女孩太过天真 但其实女儿只是给丹争取时间 就在麦克转头的一瞬间 丹捡起了地上的钢管 敲晕了麦克 这一切终于解决了 警察将这个主导了无数刺杀的犯罪组织绳之以法 丹一家人总算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劫匪抓来一个男人准备借死索要赎金 可他们不知道男人将会成为他们最恐怖的噩梦 劫匪将他关进笼子 男人则从容不迫地割开绳索 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一名被绑架的女记者 在确认了女记者的身份后 劫匪前来给男人喂水 结果下一秒 男人一刀将其解决 最后拿过手枪干掉两名守卫 紧接着他又抄起步枪 开始在山洞内追击敌人 这会儿劫匪很快便被剿灭 男人解救了女记者 刚刚被感谢了一句 然而他却突然动手 干掉了女记者 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行动目标 男人名叫亚当 身为法国秘密部队的特工 他一向以冷血高效著称 无论什么任务都能完成 到了晚上 亚当正在睡觉时 上司突然给他打来电话 并让他打开电视 此时正在报道恐怖袭击的新闻 而为首的恐怖分子首领 正是来自南苏丹的黑格 上司告诉亚当 这将是他下一次行动的目标 很快亚当回到了法国 上司找上门来 将行动计划一一告知 之前的恐怖袭击虽然造成损失 但黑格的部下也损失大半 因此 黑格找到好友光头帮忙 从此隐藏了下来 也就是说 知道黑格藏身地的只有光头 而光头则是当地有名的黑帮老大 想从他那里打探消息并不容易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亚当混入其中当卧底 亚当问起自己的假身份 然而上司一脸笑意 竟然让他用真实身份 上司找到光头的手下大胡子 并绑架了他的家人 大胡子在逼迫之下 才同意将亚当引荐入帮派 亚当受到严格的审查 随后在等待光头接见时 他跟手下起了冲突 亚当二话不说 一招便将其击倒 光头此时终于出面 亚当也只好收起自己的狂傲 光头让小黑带着亚当 首先去完成一个小任务 在路上 小黑向亚当介绍 当地除了光头以外 还有另一个帮派 为了对付他们 光头特意找了高人做计划 然而 小黑两人去拿计划书时 高人却声称要加钱 小黑掏出手枪威胁 起量 对方却拿出散弹枪 亚当忍不住出手 上演了一招空手夺枪 成功拿走了计划书 与此同时 亚当的两名同事正在监听光头 刚好有人给他打电话 两人刚戴上耳机偷听 信号就被屏蔽器干扰 好在他们还是通过声音比对 确定打电话的人 正是恐怖分子 黑格 到了晚上 小黑带着立的大功的亚当 来到帮派的夜总会放松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 亚当正在厕所呕吐时 其量敌对帮派居然上门找茬 亚当感觉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立刻出门 将这群混混教训了一顿 亚当出色的表现 让光头震惊不已 他把亚当叫到办公室 先是对他嘉奖 随后又说起之前打伤手下的事 亚当表示自己以后会克制 他看着桌子上的调查报告 光头直接点名 这就是关于亚当的调查 根据资料显示 亚当曾因为杀死仇人 而被警察打中五枪 亚当见状脱下衣服 露出自己的伤疤 这下光头彻底相信了他 其实光头不知道的是 当年亚当从医院苏醒后 就被上次招募进了特殊部队 从此隐姓埋名 在非洲服役多年 亚当本以为 自己会顺利进入核心层 不料 光头却让他担任儿子小光的保镖 亚当虽然无奈 但也只能听从 等他来到学校门口 果不其然小光因为受小 经常遭遇霸凌 亚当则趁机上前 一个脑瓜崩打跑了霸凌者 就在他要接走小光时 光头的女儿杰西赶来 他一直对父亲的这些手下不满 所以对亚当也没有好脸色 而是直接接走了弟弟 到了晚上 亚当再次去夜总会放松时 却看到光头妻子悄悄走出 还跟敌对帮派有所交谈 亚当察觉出不对劲 却并没有将情况报告给光头 很快到了小光的生日宴 作为主角的小光却不受重视 大人们都纷纷在交集 只有亚当送给他一份礼物 这让小光十分开心 亚当还答应陪着他去动物园 然而 小黑突然找到亚当 告诉他 一小时后有行动 亚当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决定探查一番 他悄悄来到光头办公室 先是在灯柱上安装窃听器 当他准备把第二枚放在桌子下时 不料光头却推门而入 看到亚当钻在桌子下面有些生气 幸好小光突然从箱子里出现 还声称亚当在陪他玩桌迷藏 亚当也趁机拿回窃听器 最后带着小光离开 果不其然 光头在摸了桌下后 才谨慎地打起了电话 窃听的两名同事急忙开始录音 跟光头打电话的 正是藏起来的黑国 光头声称很快就会拿到钱 这让男同事有些着急 莫非他们有新的行动 与此同时 亚当也坐上了汽车出发 他们的新行动 竟然是去抢劫银行 在车上 其人开始讲出计划 亚当只能担当了司机的任务 此时 广播内传来新闻 声称黑哥的恐怖袭击太凶残 不过 警察很快就会将其抓捕 小黑听到后 顿时发了一通火 这让亚当有所怀疑 小黑莫非也跟黑哥有联系 很快 他们来到银行门口 一伙人迅速下车 亚当则等待着他们出门 行动十分顺利 一伙人抢走了数十万现金 亚当立刻开车离开 就在众人开心之时 其量 一辆车突然出现 直接将他们撞翻 身为司机的亚当 首当其中 几乎失去了意识 而那辆车上 一伙匪徒下车 枪口已经瞄准了亚当 幸好男同事及时出手 将此人解决 等亚当恢复意识后 立马叫醒众人反击 男同事则趁机离开现场 匪徒的增援感到 开始对着亚当一行疯狂扫射 但他们明显不知道亚当的厉害 只见他拿起步枪 一枪一人 但无虚发 最后 他们抢了一辆车 迅速逃离现场 很明显 这一定是敌对帮派所为 想来一个黑吃黑 而他们对于时机把握的如此巧妙 一定是队伍内部出现的内鬼 光头立刻开始审查 新加入的亚当 自然是头号怀疑人 不过 光头并未明说 他分了一部分钱给手下 亚当拿到自己的一份 最后 在窗户偷偷观察 剩下的钱 都交给了小黑 并将其送走 亚当开始猜测 这笔钱 一定是送给了黑格 说不定 他们又想策划新的行动 亚当主动找到光头妻子 挑明自己已经知道内情 其实 他就是内鬼 同时 亚当把钱交给他 让他带着小光离开 毕竟 如果被光头发现 妻子就死定了 亚当说完 便转身离开了 起料 妻子突然接到电话 正是敌对帮派老大打来的 他还以为 光头妻子用了反间计 导致他们损失惨重 因此 老大抓走了小光 威胁妻子 用那笔钱交换 亚当此时毫不知情 他悄悄尾随小黑 发现 他把钱拿到了一处小旅馆 亚当猜测 这里很有可能 就是黑格的藏身地 于是 在通知的同事后 就开始再次蹲守 于此同时 另一边的妻子 将情况告知光头 然而 光头却不可能答应条件 不要说那笔钱 已经被拿走了 就算是还在 也绝不可能交给敌对帮派 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示弱 妻子绝望地跟光头大吵一架 却根本没用 至于同样被打上的杰西 只能选择求助于亚当 亚当本想拒绝 可他回想几根小光玩耍的时光 最终还是决定行动 他将监视的任务托付给男同事 自己则带上装备出发 也许真的是凑巧 亚当前脚出发 黑格后脚就从旅店走出 男同事来不及报告 立刻尾随上去 他熟练地组装好枪支 企图直接干掉黑格 然而下一秒 黑格的弟弟小黑出手 干掉了男同事 随后两人迅速离开 与此同时 亚当来到敌对帮派门口 这里防备森严 不能强攻 只能智取 于是亚当伪装成尹君子 借口要来买面粉 守卫没有丝毫怀疑 亚当顺利进入其中 他趁着守卫不注意 从后挟持住他 得知小光被关在楼上 亚当直接将其干掉 他悄悄摸上楼梯 不料 刚好跟手下迎面撞上 亚当二话不说 一拳将其打晕 尽管亚当小心翼翼 然而 却还是被敌人发现了 无奈之下 亚当只得开了枪 其他敌人被纷纷吸引而来 亚当沉着应对 堵在楼梯 截杀多人 其料 又有敌人开始开枪偷袭 亚当不慎腹部中枪 他急忙躲进屋内 敌人持刀追杀而来 亚当左右躲闪 顺利将其放倒 暗在身下活活打死 亚当拖着商区 走上顶楼 利用敌人的尸体挡子弹 顺利打伤敌队帮派老大 救回了小光 紧接着 亚当将老大解决 带着小光安然离开 自己却因失血而晕倒 幸好杰西及时将他带走治疗 但当亚当醒来后却并不领情 他迅速开车离开 并给男同事打电话 可惜已经无法接通 为了找到事情真相 亚当打碎了商店的玻璃 在监控中发现了黑哥 他懊悔不已 男同事恐怕已经遇难 此时 门外的警察已经赶到 亚当放下武器 说出自己的警员身份以及编号 警察证实了身份后 就转身离开现场 然而 他们的对话 却被光头手下听到 亚当此时毫不知情 他回到家中 杰西早已在此等候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他对亚当有所改观 还主动为他清洗伤口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光头经过调查 得知出卖自己的正是妻子 也知道了亚当的卧底身份 光头准备派人干掉亚当 这番对话被监听的女同事听到 来不及呼叫救援 女同事立刻出发 他假装借火抽烟 趁机干掉了杀手 然而自己也被一枪击中 女同事忍痛起身 对杀手进行补刀 最后准备去向亚当报信 但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已经隐恨西北 亚当此时收到光头发来的告别短信 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女同事是为救自己而死 他立刻利用软件 反向破译了光头的发送地点 于是他决心要独自行动 亚当整理好装备悄悄来到目标地点 干掉毫无防备的守卫 等他闯入密室后 发现黑哥与小黑就在此处 亚当一枪击住黑哥小腿 逼问光头送来的钱去哪了 他们是不是还要策划更大的恐怖袭击 然而黑哥告诉他 那笔钱只是为他女儿做手术的 全国人民都被骗了 原来黑哥根本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南苏丹的领导人 当初法国支持他们独立 本以为是好心 但时间一长黑哥才明白 法国不过是为了抢夺石油而已 黑哥此行来法国 是受到部长的邀请谈判 不承想 部长企图泄磨杀驴 那场名义上的恐怖袭击 其实不过是部长自导自演 黑哥却因此失去了妻子 女儿也身受重伤 他走投无路下 才找到光头请求援助 昨天晚上黑哥来到部长门前 留下了两人握手的照片 准备以此威胁部长 希望能够凑效 亚当将信将疑 就在他犹豫时 黑哥却被一枪击毙 没想到竟然是上司派来的特种部队 他们对亚当一行疯狂扫射 亚当此时才明白 部长狗急跳墙 居然企图痛下杀手 而亚当自己也只是一枚棋子而已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亚当决定跟小黑联手 他们带上黑哥女儿出发 小黑不停开枪吸引火力 亚当则趁机偷袭 将敌人的小队解决后 两人坐上救护车离开 与此同时 部长开始派人大清洗 光头刚刚忍痛杀死妻子 不料下一秒 自己也被暗杀 尽管部长干掉了所有执行人 但他跟黑哥握手的照片 还是被媒体披露 小黑带着黑哥女儿离开法国 部长还想派人暗杀杰西姐弟 其料亚当早有准备 顺利解决了暗杀者 从此刻开始 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冷面杀手 中文字幕提供